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们H&N的时间 今天我们又评论另一段唱歌的片段 今天是另一个在英国特别是爆红的近期一个小朋友 又是小朋友 又是小朋友 应该这么说 爆红的东西小朋友都比较容易爆红的 他其实也是电视节目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British Got Talent 他叫做Malakai 是一个13岁的黑人小朋友 在预赛时取得了Golden Busser 应该很厉害的吧 所以一名惊人 甚至Dekka都签了他 其实他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也有点古典音乐坛 有点新闻关于他 就是说他再次一两年的时候在Voyal Opera House 即是比赛之前一两年 是的 他真的有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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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是一个朋友来的 所以要去批评他 Anyway 试过境迁 我突然之间就上了位 甚至是入了这个决赛 他们也选了一首很大胆的歌曲 就是经典的Carruso 好的 那大家听一下他就怎么样了 Carr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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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 Carr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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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朋友唱第一是難度 第二就是那種韻味 而且你真的大多聽得出來 那個範圍你對他很辛苦 我正想說他其實他所謂的假聲區域 他還是Trabble voice 他Trabble高音的區域是好聽的 有些天賴的朋友 但又要下去 為什麼要選手要下棋子的呢 對 不用這樣 所以我選歌的朋友真的有些 我兩邊看的 可能他就覺得反而是 show off他的 ability 對 除了那些天賴的聲音 還有一些chess 不用音色 人模樣線 也是玩死他的 聽得出來有點辛苦 所以音準控制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聽完去吧 好 詞曲 李宗盛 在云霓的最强烈的小鲜 柜鼓舞 要放到这么多水 真的要放弃 而且真的能看出真人表演的思维 就是要高音,要高音,要高音,要高音 但真的辛苦了个小朋友 Gordon Buzzer真的有点 他那时候又不是拿这首歌来唱的 这个是Gordon Buzzer? 不是,他回路了 Gordon Buzzer是唱Pierre Yesus 是Angelo Webber 我就知道 Gordon Buzzer 是正常很多 但这个真的会玩死他 隐落阳线 现在看得出是音符 我觉得两方面的 一来可能他有点紧张 真的难唱的 你要我唱 他好像应该 我估计他应该不是练了很久 不肯定 但这些音符通常都可能是 你一问不出自己的 他是很快地学一首歌 他唱倒 你会觉得他是唱倒 完全没有 但你听一下他无端端上去 然后有几粒音 跌了下去 然后又要上回来 其实他是唱倒 不就是唱倒 这些是技巧 整首歌都只是唱倒那首歌 是啊 不是一个表演 我好自愈 I love the song 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是的 而且本身这首歌 其实也是唱倒的高音 如果大家听到 Prarotty唱这首歌 是很草害的 他真的能支持到 这个小孩 所以他真的要靠后面的 壮色 很多水来才能支持到他 还有 比如刚才所说 我觉得有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开始转声 我感觉有些位是 那种是转声的 不稳定 有些这样的感觉 不出奇 都差不多 十三四十左右 差不多 at the end of his 我印象中 都是差不多 这个时候我开始转声 的确是有些位 是以前很困难 但是 为什么有些困难呢 and the brink of 即即是远的了 他的travel的career 要开始转 转做battone 但是真的玩死他了 我觉得是 嗯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 有一些商业的考虑 比他本人的能力大 才有 他这些有没有 是有导师的那些 即是好像 The Voice那些 没有 他自己 真的不清楚了 我觉得他背后 都会有人 是他给推荐的 我可能说 有些音乐主持人 是艺术主持人 跟他谈 小朋友 你评评 你评评 都要评评 给他 所以 家人或者有人 评评 他不一定说 我应该评评 不认为他自己 会选择 卡汤 来唱 对 Anyway 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听听 其实他也 有些好听的 他出了整个碟 譬如Pia Yesu 有Omio Babiokaro 这些 都叫做 没那么辛苦 正常一点的 一个选曲 大家有空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下集可能 找些其他不同的影片 去review一下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